广东省旧城镇 旧厂房 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 今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司法厅早前出席发布会 讲解新办法的意义和价值 于永报道 三旧改造是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重要举措 当中涉及土地征收 规划等诸多难题 为此从省政府到国土 自然资源 规划 财税等部门 陆续出台过几十个规章文件 各地市的做法也不尽相同 新的管理办法是对过去政策和好的经验 进行的一次汇总和梳理 与多家改造公司 穿集体经济组织 正街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面对面的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走访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各地的政策不一 及待立法统一规范的这个愿望非常迫切 管理办法明确了土地征拆的依据 要求所有征拆行为依法施行 但同时也强调要保障被征拆对象的合法权益 地市在实施时来需要完善操作系统 充分保障被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切实保障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 2008年到2020年底 广东共实施改造面积92.65万亩 完成改造面积56.12万亩 节约土地22.77万亩 投资超亿元的项目1424个 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腾出了用地空间 通过改造也提供城市基础设施 公益性的社会项目 以及公共绿地11万亩 广州电视记者于永报道